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光临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吗 你好 有婴儿套装吗 好 跟我来这边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还以为 你以后都不会理我了呢 怎么会呢 不能够 你 现在还好吧 还好吧 就是感觉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就要当人家妈了 你跟别的孕妇不一样 你看 别人怀孕的孕妇吧 她总是对外界充满着警惕和宝贝 就生怕谁想到自己度过的女孩子 可你就不一样 就正好跟别人反着来 说得你好像很懂的样子 倒是你 哎 手里的婴儿套装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回事 该不会是和别的女孩 是给汤家司买的 她怎么了 她 现在 在医院疗养 晴天胡言乱语 还说自己怀上了拍年号的孩子 这不 非朝着人 让我买进入船呢 小姐 你 还恨赵欢音的吗 我 我 你等一下啊 喂 什么 你等我啊 我马上回来 不好意思啊 家里出了点事 我得先走了 我就再聊啊 小姐 师父 师父麻烦您开快点吧 我赶时间 我妈生病了 好 喂 宋董 我们中午见个面吧 改天吧 宋董 我家里有点急事 我妈生病了 我得回去看她 不行 你妈不是一直在生病吗 没事 我不会耽误你多长时间的 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除了面谈吧 我喜欢 看着你眼睛说话 可是 别废话了 赶紧过来 要不然 我约在你家谈 我现在就开车过去 别 别去我家 你现在在哪儿 我赶过去 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吧 不管时间 潘友天 是不是发现 我偷他的图纸了 怎么了 犹豫了 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 宋董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妈病了 现在没有心情在这儿听你质问 你要不相信我 你就去重新找个人 我不是你什么人 随叫随到 我受够了 我不干了 肚子大了 脾气也大了 发火可不好啊 宋董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现在潘友天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真的应该查查看 你设计公司里面 是不是有潘友天的人 有过这么一次 你再让我搞什么资料 我就无能为力了 等等 你没有被潘友天抓住把柄吗 我问你 我问你 潘友天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 这个我不清楚 这样吧 设计公司的事啊 我一定会去查 你回去继续帮我盯着潘友天 没有什么事 我最近是不会联系你的 你好好表现一下 尽快得到潘家的信任 小琪 杜月 你怎么在外面 我妈呢 小琪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 比小阿姨听见了 她把我赶出来了 我怎么叫她也不开门 她现在听到你的名字都会发火 你这次伤的小阿姨真的很深 我觉得她是想以命换你回头 那我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一直在渴 药也不好好吃 让她看医生她也不看 你妈真的太固执了 不行 我得去试试一下 小琪 你去也没用 她不会给你开门的 小阿姨跟我说 她当着你的面发过誓 你如果再骗她的话 她就让你看到她的尸体 你真的想办法了 或许你跟她彻底坦白 尚有救下阿姨的一线生机 好 好 好 我豁出去了 还有一个月 我生完这孩子 我一定常跪在我妈面前 告诉她一切真相 我不管我的对手有多毒 让她放马过来吧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在这一个月里 帮我好好照顾我妈屠玉 我跪下来求你了 小琪 兔玉 你这是干嘛呀 我跟你说过 你妈就是我妈 快起来 放心把小阿姨交给我吧 好好生你的孩子去 您好 唐家司她现在正在会客 是我先生吗 不是唐先生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除了我和我先生之外 我女儿谁也不能见的 可是唐先生说了 这个男人她可以见啊 男人 你看这件衣服 你看这件衣服 小儿穿这个特别好看 你好大的胆子 谁让你来的 你给我出去 有话跟你说 别 没事 家司 没事的 人贵在有自知之谜 我告诉你 不管我女儿怎么样 我也不会让她和你这种人在一起的 你给我记住 你这只癞蛤蟆 别想吃我们天鹅肉 帅姨 帅姨 您可真幽默 您说的是您自己吧 家司 她和您不一样 这女儿是我生的 我还不了解她 还敢顶撞我呀你 这什么东西 谁是穿的 给我 告诉我 给我 家司 给我 听话 你放手 家司 给我 赵阿姨 我求你别见了 赵阿姨 赵阿姨 我求你了 赵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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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您别比加斯了 行吗 我求求您了 赵阿姨 赵阿姨 小杰 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吗 吓死我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景昊 我最近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 我感觉我自己特别不好 傻丫头 别胡思乱想了 怎么会不好呢 景昊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你会不会离开我 我不想再发誓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跟我爸说了 我选择的 我必须善待 无论她好与不好 更何况我老婆这么完美 小姐 别胡思乱想 你现在就是产前综合症 没事的 要是这样有什么事情的话 老公愿意跟你一块分担 别想那么多了 这也太浪费了吧 一看你就是不会过日子的人 以后我和宝宝 还要跟你一块过日子呢 你可要学会精打细算一点哦 你就放心吧 以我现在的薪水啊 养你们娘俩绝对没有问题 再说了 像这种吃法 以后一年最多也就一次 一年才一次啊 看来我还得改嫁喽 跟着你啊 太苦了 你们也太恩爱了吧 萧綦 好久都没有见了 你是不是把我这个好朋友都忘了 怎么会呢 对 相逢不如偶遇 要不 一块坐下来吃点东西吧 井浩 别乱照顾人 人家还有事情要忙呢 哦 我刚好约的朋友还没到 看来今天又口服了 我要吃白食了 潘大帅哥 你用的什么办法 你用的什么办法 把我们家萧綦 迷得连她的多年好朋友都不要了 我不管 你要向我道歉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还在生我的气 怎么会呢 我只是不想提起以前的事情罢了 那就是还在生我的气了 我知道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不用了 我又没怪你 怎么 真打算要做嫌妻两五了 你这会儿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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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綦刚才还在跟我说 你们每天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对不对 萧綦 想幸福还不容易啊 赶紧嫁人吧 好男人都被萧綦抢走了 我们哪还有人嫁呀 要不你把我一起娶了吧 这样我就可以跟萧綦每天的见面了 给你们开玩笑呢 我朋友应该到了 我打扰你们俩 不两慢了 我来 小姐 怎么了 是不是我刚才说错话了 没事 我就是不太舒服 一定是我说错话了 刚才你还好好的呢 没事 景昊 要不这样吧 明天你陪我去医院做产检吧 我想去看看我们的小宝宝 好啊 我早就想见我儿子了 谁告诉你是儿子了 我听人家说可能是个闺女呢 女儿也好啊 女儿肯定像你 我就想啊 只要你生大 我肯定都喜欢 我们要生 四五六七个八个人 傻样 跟你一样小艾 来 你看小孩在这里 他的头在动 这是他的头 小琪 你快看 小朋友动了 医生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一个月以后啊 怎么乖 小姐 你要当妈妈了 你吃药 要不然病怎么能好啊 之后 她听到她呢 我百分之后 是个数字 你会 commun страх 你会症 是个人 小姐 不怕 那是不怕 这一样 我们女儿 也不怕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阿姨病倒了 我们现在在救护车上有医院赶 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 我今天中午给夏阿姨打了个电话 发现她咳得特别厉害 我下午就去了你们家 就发现她已经晕倒了 小琪 你赶快过来吧 没事 涂月 你先冷静下来 我现在立马去医院 你等我啊 小琪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姐 你没事吧 你快去叫医生 小姐 你没事吧 快点 小姐 快点 你好 我是机主的婆婆 请问我 什么 妈 要生了 好好好 我马上到医院区 马上来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环境 喂 妈 什么事啊 我开会呢 你还开什么会呀 赶紧到医院去 萧綦快生了 什么 萧綦要生了 遗产期不是还有十天吗 生了快生了 遗产什么期啊 赶紧这儿 你爷俩赶紧到医院去 爸 萧綦要生了 生了就生了 你看看 我说过多少遍 开会不许接电话 我说老潘 你别老绷着点 你快要做爷爷了 快去吧 什么 要生了 现在 那你还赶紧干什么 咱们猜走吧 萧綦阿姨 你坚持住啊 萧綦阿姨 萧綦阿姨 你现在不能进局 萧綦阿姨 萧綦葦蘭 萧綦 s 萧綦 萧綦 小琪 小琪 你好 现在机主已经在医院 她现在流了很多血 好像要生产了 处于忽敏状态 如果你是她的亲人的话 请马上到医院办理手续 什么 哪家医院 是第一人医院 她现在已经在厂房了 妈 妈 消息怎么样了 不知道呢 医生说淋了好多的血 我怎么跟你说的 让你好好照顾来 是的 是的 在家里也谁寻好的 她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说是要出去 我还也没干涉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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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情况怎么样了 刚检查过 太然没有问题 不过 大人的状况就不是太好了 可能是之前受了什么强烈的刺激 不过放心 我们会努力的 医生 怎么了 我是想说 如果 到了关键时刻 就是说 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您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 首先保住孩子 然后再说大人 爸 都到什么时候了 这话怎么还这么自私 我一消气 为了我们怕今儿 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你让我们后本生怎么安心哪 爸 我不就是说说你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我心里也难过了 放心吧 没你们受的那么严重 小姐 你要平平安的 来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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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我出去一下 来 你是 萧爱萍的家属吗 医生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病人恐怕是不行了 好像有话要跟你说 你快进去吧 小政令人救救他吧 我们已经禁止了 你赶快进去吧 待会儿就来不及了 快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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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练吗 家练 你来了 你来了 我刚才啊 看见小声 他还在拉大的小提琴 真好听 家里啊 你从小到大呀 妈管你管得太严了 妈是怕呀 你在外面被欺负 受伤害 妈就你这一个女儿了 妈看不得你受委屈 你每次呀 难过的时候 偷偷哭的时候呀 你妈是心里的 不舍走 我想了 妈不该逼你拿掉这个孩子 人这一辈子 最亲的就是生了的人 和你生的人 如果将来孩子生下来 一定要好好抚养他 遗憾的是你妈呀 再也没有机会抱抱他 夏凉 妈不行 妈 妈可能要先走了 但愿妈的死 能让你放下心中的仇怀 你要答应我 不要再包袱你爸爸了 不要再包袱你爸爸了 放下吧 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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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是一双眼睛了 就算是妈把命都搭进去 妈也愿意啊 妈妈对不起你了 夏凉 夏凉 别人怎么样妈不管 但是我们不能作恶 赵幻英欠你的 萧綺会统统给你打回来的 萧綺她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 她心里还有我们这些人吗 妈妈情人了 不是想让你断了那小生的念想 那是想让你断了不仇的心啊 如果妈早点放下的话 你滴滴时间就不会出事 妈 我给你磕头了 我错了 妈 妈真的心里脚催 妈能撑到现在 那是因为妈妈觉得你会幸福 你说你的老大不小的了 你赶紧找一个 我 我是他妈妈 你是 我是萧綦的老公 安静靠 我不想见到他 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了 老小芳 大爷妈这些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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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快救救他 快救救他 妈 妈 妈 医生 怎么样 恭喜你们 生了个女儿 医生 当然没事吧 产妇现在还在昏迷中 不过放心 母女平安 谢谢 谢谢 你 身体也好 女儿长得像爸爸 亦瑛 你像爸爸了 我的奶奶了 妈妈 你们俩怎么回事 这是大喜事 都哭什么劲啊 妈 妈 小琪 你醒了 快看看 你当妈妈了 我们来有闺女了 要看看像你还是像我 我电话呢 电话 爸 我电话给我 快给他 快给他 妈 什么事那么重要 别吓着孩子啊 我怀疑这是一个电话 今天才查得出事呢 静昊 爸妈也守了很久了吧 要不 让他们回去先休息吧 妈 爸 你们也累了 不如 让小琪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先回家 那你一个人行吗 好好休息 再休息一下 好 我 小琪 小琪 杜月 我妈现在怎么样 小阿姨 她关事了 和小阿姨 走 我 闹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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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 醒着呢 小家伙还在睡觉啊 够渴了吧 我帮你削个梨啊 挺好 我不想吃梨 那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剥个香蕉 不用了 我都不想吃 都不想吃啊 那可不行 那你想吃什么 你来点 我想喝汤 喝汤啊 好 那我现在叫外卖 不要了 景昊 你还记不记得 我公司楼下 有个生气汤 我想喝那家的汤 要不 你开始给我去买吧 那 可能要等很久啊 没关系 我就是想喝嘛 好 没问题 你先来什么小朋友啊 你最大 那你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按服务灵叫护士 要不就给我打电话啊 好 我去 杜瑜 我想见见我妈 你带我去见我妈吧 我带你去见她 那我们现在就走 一会儿景昊就回来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你醒醒了,妈,你醒醒啊,妈,你醒醒啊,妈,你寻找了是不是? 妈,你跟我说说话,你起来,你起来跟我说话,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妈,我们不是说好了,又一辈子在一起,相依为命的吗? 你说话呀,你要看我长大,看我结婚,看我生孩子,但你怎么能骗我? 妈,小琪,妈,我妈是不是睡着了?她一定只是睡着了,妈,妈,你醒醒,小琪,你醒醒啊,小琪,你冷静点儿,我不要,杜月,你把医生叫过来,他们一定有办法救她的,你告诉他们我有钱,我一定要把我妈治好,给她所有的钱,把我的钱全部给她,小琪,你冷静点儿。 妈,你醒醒啊,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我求求你,我错了,都怪我,都是我,我弹火了,太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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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醒醒啊。 这不是孤祖 我怎么都这个样子 杜月 我妈临终之前 有没有说什么呀 小阿姨临终前 让我嘱咐你几句话 她说 她特别后悔 当初让你做掉这个孩子 她说 让你放下仇恨 不要让你恨你爸爸 和赵怀音 她 她希望你们娘俩 要好好地活下去 她还说 她会在天堂 保佑你们娘俩 小琪 妈 妈 妈 我知道错了 妈 女儿真的知道错了 我听你的话 我会好好地 好好地把女儿带大 像你一样做个好母亲 我听 你听到了吗 妈 不要 阿嬷